公三头肌的位置 公三头肌和我们上节课讲到的公二头肌正好是相对应的关系 公三头肌在我们上臂的后面 公二头肌在我们上臂的前面 公二头肌是顾名思义有两个头 公三头肌那就有三个头 分别是长头,外色头,还有内色头 公三头肌的长头它是起于肩胛骨的余下节节 这个位置 肩胛骨的余下节节 然后它的外色头是起于饶生金沟外上方的骨面 内侧头也是在这一片 内侧头是从内侧正好被这个长头给覆盖了 但是这里是这个内侧头 从里面最里面下来 然后这一块呢是公三头肌的肌腱 它是在饶生金沟外上以及内下方的骨面这个位置 它们从上面下来呢 最终是指于持骨阴子 指于持骨阴子 那么它有什么功能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跨过了走关节还有肩关节 它的第一个功能呢 就是伸走 伸走 你看它是一收缩的话 可以伸走 那如果上方固定的话 那它就可以伸肩关节 肩关节的后伸 蓝色的就是公三头肌 可以肩关节后伸 如果公三头肌损伤以后会引起哪些症状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看它长头 长头的肌痛点呢 它是位于肌腑的中间部位 产生了疼痛啊和压痛啊 从肌痛点沿着上臂的后侧 向上延伸到肩后侧 延伸到这个位置 偶尔能够到达上斜方肌的部位 有时呢 还会向下越过走关节 伸导到前臂的背侧 这是长头的肌痛点 外侧头的肌痛点呢 外侧头的肌痛点 它产生了疼痛和压痛 向上臂的后侧和前臂的背侧传导 上臂的后侧 还有前臂的背侧传导 偶尔呢 它能够到达第四第五手指 它的肌数如果紧绷的话呀 也可能会对饶神经形成一个卡压 再来看内侧头的肌痛点 内侧头的肌痛点呢 它是位于上臂的远端 内侧头外部的肌纤维的中间 它呢 是向这个呃 外上科传导这个疼痛 还有压痛 它是网球轴的常见成分 疼痛呢 还有可能延伸到前臂的饶侧 内侧头深部的中心肌痛点呢 是从前方最容易定位的一个肌痛点 它向内上科传导疼痛和压痛 内上科的位置 所以说呢 这个公三头肌损伤呀 它既能造成网球轴 也能够造成高尔夫球轴 这是公三头肌的一个特点 它反常以后呢 患者会主速肩部还有上臂上后侧 模糊不清 难以定位的疼痛 多数的患者呢 倾向于将走关节微微的曲曲 以避免疼痛 并通过肩胛骨或者身体的额外运动 补偿略微减小的活动范围 它可能自己意识不到它的上臂啊 或者是前臂活动受限 但是由于它有可能 公骨内上科会产生疼痛 它就会避免这个走关节与身体触碰到 触碰到会产生一个疼痛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如果是公三头肌 引起的外上科的一个疼痛呢 我们可以让它做一个扫地的一个动作 做扫地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就是肩关节后身 肩关节后身的这个动作的时候 然后如果产生了疼痛 那就是公三头肌引起的公骨外上科的疼痛 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前臂的一个身的一个抗阻 我们挡住 让它做一个上直的后身 或者是做前臂的前臂的身直 然后给它一个阻力 如果它能够诱发它的症状的话 那也是公三头肌损伤引起的 公三头肌损伤以后啊 其实处理起来是非常简单的 你看我们可以用认真去处理它的指点 它的指点在余上节节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呢 用手在肩胛骨的外侧圆 我们看前面的图吧 我们可以用手在肩胛骨的外侧圆往上推推推 突然推到一个拐弯的位置 而且这个位置呢 它会压痛很明显 这就是公三头肌长头的位置 肩胛骨的余下节节 我们可以用认真在这个余下节节这个位置 点刺 点到皮下就可以 非常的安全 没有任何风险 效果也好 也不用留针 然后还可以在哪呢 还可以在 还可以在它的这个 还可以在它的肌腑的这个位置 用原力针 0.5乘75的原力针 我们可以把它的肌腑呀 从后方捏起来 可以让患者侧窝位 然后捏起来以后呢 我们用原力针这么去评刺 这么去评刺 或者是你从这边往这边扫 这边往这边扫 都是可以的 评刺一下 扫一扫 把整个共三头肌都给它处理完了 而且呢 它这个痛苦很小 我们只需要破皮以后 它就无痛了 用0.5乘75的原力针 然后松解的力度呢 也能够足够 就能够把它松解下来了 它的那些症状呢 马上就会消失了 然后这是我们的配套的书 我们的书里呢